你知道为什么我挺不爱去主持电影的 这种大片的发布会 对吧 当然请我的也不多 但为什么我都不爱去 我就想不通这个理 就是说中国电影界 他就觉得给你主持人的劳费 和你做别的商业活动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给你很少的一点钱 你知道吗 我想不通 你是商业电影 你完全是圈钱赚钱 那你凭什么就觉得你这事 好像就不应该花钱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拍了这部电影 是比如说铁西区 那我免费我都给你去做发布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现在做这些的都是商业片 没错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你家发布 我们应该支持的是中国的 像楼叶讲的有态度的 你在做文化事业的电影 但如果你是商品的电影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 天然的就得站在你这边 你商业大片 但反过来讲 我说用什么来拯救中国的工业电影 这种电影工业 我觉得你现在 你要按美国路子搞 你是绝对搞不过 这都知道 美国他们专业到几十年前开始 连电影的片头 你知道 他们片头不是导演拍的 你晓得吧 就我们入场前 骗花 不是骗花 是电影正式开播前 不是出一下字幕 导演名单 那个是专门找人拍的 那是个专业 他专业到非常细的地步 我们搞不过 因为资金大 但是不一定表示一个国家 就不能有自己的好的电影工业 举个简单 印度呢 宝莱坞 人家伊朗呢 对啊 伊朗电影都拍的挺好 而且他们还是到现在为止 在本国市场内站得很稳的 它不只占据本国市场 宝莱坞的电影 现在是称霸亚非拉的 你知道吗 我很想站在那期也是 就那个分区 我也看了 那个电影 太好看了 那个就是我们以前 你讲老话 就是我们原来讲的一句话 叫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什么叫真实 你看那个也是 开始20分钟啊 你看得也快睡着了 你想 你老这么拍下去 帮一个老人洗澡 这个这样的事情 再怎么拍下去呢 你越看到后面 越好看 人性 没有 出事价值 艺术性 第一个镜头 我就被吸引了 是吧 一开头就好看 我觉得真是香港 出了一个陶姐 伊朗出了一个separation 这翻译应该叫什么呢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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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他你知道最好看的 是那个生活感 对 生活感拍出来了 两口子离婚 怎么聊 你知道吗 实际这个东西 很过瘾看的 我相信谁看的 都会很过瘾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们两个家都看 你有没有发现 看这个电影 你会觉得 你对伊朗这个国家 有更深的感情 尊重 尊重 就你想想看 我们过去老说 我们要用中国电影 到外面 介绍中国价值观 正面宣扬中国社会 这部电影 它完全没有这个政治意图 对不对 它有小成本 最后在美国得大奖 对 但是到最后 所有人看的说 伊朗这个国家 就像回我讲 以色列人看说 难道这个就是 我们天天说的恶魔吗 而且让我们最后 对可兰经 对伊斯兰教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的作用 就像我们对孔子的这种作用 我们也尊重 我觉得这种电影 中国应该多拍 我真的觉得 这样的电影 在中国题材 用之不尽 取之不决 以前我看过什么 背靠背脸 对脸什么什么 这类都是非常好的电影 以前秋菊打官司 我觉得中国 有一套很实际的 开放外国片子行 商业化行 科技发展行 但是我们要有一套 特别的院线 就是要有一些 不在一个平面上 商业竞争的院线 你叫艺术院线也好 你叫什么院线也好 你这些院线 使得国内的一些 暂时不受注意 比方说这个片子 伊朗这个片子 或者中国人拍出 这样的片子 没有受到外面 得奖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小众电影 让他们能够循环 让大学生有一种骄傲 我们周末拍拖 我们不去看妇联 我们去看一部 没人注意的 这样的一些导演 现在你知道 现在中国的导演 只有两条路 要么我认识外面 江志强 我认识成龙 杨寿成 我来拍大片 要么我跟王小帅 他们我到欧洲去得奖 除此之外 我有中国这片土地 哪有给我拍片的地方 我觉得只能说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中国的 整个院线这个市场 是最近几年 现在都被外资在那里笼贯 因为你先想想看 我们曾经有很长时间 大家看电影 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影视的规模在 是这几年才来的 那么所以我们出现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 外国都有 比如香港过去 有一些电影院 到现在的还有些小电影院 我专门播一些 比较另类的 冷门的艺术的电影 这所谓艺术电影院 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 中国大陆现在情况是 所有的影院都被大片霸占 那么你说的那类电影 都去哪了呢 都到了网上跟影碟 然后他得不到正常市场的认可 对他没有 他其实这本来是可以 一个另类市场 那这个另类市场 一般国家是 要不你就真的有 小规模艺术电影院 要不然是怎么样呢 就政府 比如说像香港的话 他很多时候就是政府 他会有一些专门的电影 资料馆啊 或者文化中心啊 什么这些东西 他专门放这类电影 但在中国呢 这类电影是永远 你没办法 是坐在戏院里去看的电影 他问题在于啊 我觉得这些电影啊 即便是给少数人看的 他其实也有个少数人的 好看和难看 有拍的难看的 那你不能让我支持 所以说我觉得 这玩意儿不是慈善事业 他说到底啊 你不管是做哪一行的 你是拍大众的 你是拍小众的 你都得拍好 不是 你让人 包括我就说 中国的一切的民族工业 少说什么 让人支持支持 赚了钱不都你们自己赚吗 对吗 你应该的 你只有凭价廉物美 不管你是哪一行 还是要靠价廉物美 去争取 其实我们也不管 他价廉不廉 最重要是物美 至少物的美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 之后见 所以最近有人在微博上讲句话 说不管是电视剧 还是电影 在中国 尚未良性发展 都以恶性膨胀 就是已经很 我们很多行业都这样 就我们很多行业都这样 而且你刚 我刚还没讲完 讲印度电影 印度电影 你们看过去年有一部电影 在大陆也很火的 叫三个白痴 三傻大闹 我看了 你看这个电影 好看 好看 它其实是这样 它有很多很粗躁 它有很多很胡来 你甚至觉得有点像港产片 但它好看 好看 它是由八零年代香港那种笑片的深猛 但是它是有社会的一个意识跟想法在里面 对教育的批判 至于像疯狂的石头那个类型的 还没那么怪 疯狂的石头还带点另类 你知道吗 它真的是商业电影 所以我都认为 你不要小看背后的技术 包括搞笑也是功力 喜剧的功力 包括咱就说 《复仇者联盟》 对白这个编剧 它的编剧都是分工协作的 比如说可能有一个编剧 专门负责润色小幽默 小笑话 你知道吗 那么它的最后这个水平高了以后 你包括这种喜剧片 这个什么三傻大闹保莱坞 我觉得现在是有这么一类电影 就是说 你要按照你们电影专家的角度去衡量 也许你能发现很多茅草或者很多问题 可是不容否认的是它好看 不过真的是很难 因为我们到底是后发地区 跟他们拼整个基础体制都一样 你知道好莱坞是达到一个程度 它那边的临时演员 都是标准化的 你一个电影里面临时演员 他只要有一句台词说到了 这叫feature到了 这个价码就是变成一小时就一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